但在十八世紀的英國 因為專利制度的成熟 紡織業開始有許多人投入研發 1733年發明了飛縮 1764年發明了珍妮紡砂機 不久之後1781年 瓦特發明了蒸汽機 一項技術引發另一項技術 一個產業驅策另一個產業 一個國家帶領另一個國家 過去無數的工人牲畜必須賣命的苦幹 才能達到的效率 如今我們讓機器和化石燃料來代牢了 結果過程中排放了過多的二氧化碳 改變了地球的氣候 這是人類文明蓬勃發展至今 我們所不願意接受的黑暗面 工業發展至今 好像與環境形成對立 有害而無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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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害而無益